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快的方式 在OneNote 選到網頁的最下面 正一頁都可以 你會看到有這三個東西 叫做擴充工具 這個在平板上也可以用 在平板上也可以用 看到這裡有三個擴充工具 正一頁的最下面都有 那如果你是Google的 當然就找Google Chrome 如果你是那個蘋果雅路口的 前面老師你家裡是用蘋果雅路口罩 沒有丟掉啊 蘋果的啊 對不對 那一種的 你就要用哪一個 Software雅路 所以你在平板上也可以用 可以用 這個工具安裝之後 點進去 它會做一個安裝 我這一台也會先把裝好的 所以進來之後 它會有一個右上角去 有一個加入 你就把它吸收起來 吸收的時候 你會發現 瀏覽器的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顆 這一顆很重要 它有兩個功能 我們剛剛講 觀眾可以做筆記對不對 除了文字式的筆記以外 你安裝的這個擴充工具 可以做無像式的筆記 也就是我今天 如果我要做筆記的話 我做一次給老師看 在這裡 如果我今天是使用者的腳步 我要來看這一個 那我要做筆記啊 除了我們用 一般的 這個叫做文字式的筆記 在這邊 好 打下去確定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 如果我發現 這個地方老師有提到 要注意什麼 那你可以按下 手寫筆記 上面有沒有一個叫 手寫筆記 你把它按一下 它會把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拍下來 這樣拍下來了 有沒有提供 手寫相骨剛 無壓的那個方式 你就可以在上面做重點啊 老師有說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裡要注意一下 這樣了解嗎 好了之後一樣把它提交 這樣這支筆齁 不是我把你弄那個話題 好 筆教 你就有什麼 有這種 不像式的筆記啦 這樣教材之後 跟筆記整合在一起 然後 這邊要發現 你現在的筆記跟 教材有什麼問題嗎 筆記跟教材是分開的 所以筆記會不見 教材特別會丟掉 對不對 這樣沒錯嘛 這都有可能出現的事情 但是呢 這些東西可以怎麼樣 就是你在閱讀這個教材之後 它就會出現 而且如果是什麼 影片的更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如果有影片 這個好像沒有 這個好像沒有 另外一個台 我們剛剛測驗體 有沒有影片 這個啊 有影片對不對 打開 因為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請問 影片是不是有時間 它會記住什麼 它會記住你的 不管是文字筆記 還是手寫筆記 它會把你的 看到的這個時間記錄下來 所以你下次點這個筆記的時候 你一定會自動掉嗎 不然 你還可以看編導 我以前看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好 這是那優點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 安裝這個擴充工具之後 第一個很功能 你可以做什麼 像這個筆記 好 第二個 就是我們周期 比較方便 我們周期是給你看 好不好 來 你看喔 假設這篇文章你覺得還不錯 你就來這裡 右上角這邊 按下去 它就問你一件事情了 請問 你是要這一個 網頁加進來 還是你目前所有開的網頁 都要幫你加進教堂 因為平常老實在看 看資料片 看網頁也不少 對不對 一定有看到你覺得不錯了吧 那 大家平常的收集方式 怎麼收集 布置標準 布置網頁 內容不錯 是被布置以教 你要幾個動作 好像很多對不對 可是資料紙 你還得歸納一下 還有我的寶庫裡面 最要分到哪個類型 可是呢 你看我們從這邊來做看看 你要把它加進來 一點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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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 我的課程 他就問我 你要放到哪一個課程 哪一個主題裡面去 其實有點類似我的最愛那種概念 對不對 但是 我可以問一下老師 你的最愛 你的最愛 你有沒有愛很多 你有沒有理過人家 有了 你的最愛都已經走人了 你還 你還把它說成 那我的最愛的時候 它是我的最愛 有些網頁根本就不見了 或有些網友更新 就很恐怖啊 你有理過人家嗎 沒有啊 你都只是往前走 都沒有注意到後面 加力三千 在等你 對不對 這樣怎麼可以 但是在觀眾這邊我們有個好處 我們剛才提過的 你如果說有更新 是時候教授就變更新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啊 對啊 所以你看我就可以從這邊 假設你要放到這邊 然後我就會找 這個課程裡面拿一個主題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加進去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這是一種 這是網絡式的 如果你是影片式的更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影片式的 我們剛剛 是不是有手動加入過影片的方法 對不對 但是 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好 假設這段影片 你看到之後 你想要把它加進去 一樣 來點到這個 加進來 好 我們馬上就看到了 一樣的 它就問你 你要放到哪一個課程 哪一個主題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課程 名稱 說明 是不是都進來了 這樣不是很快嗎 那 老師有沒有遇過 播放清單型的 我們這就是站一個網絡的 站一個影片的 如果有播放清單型的 假設50個 老師要做54嗎 不要這麼幸福 你來這邊 看一下 這裡 好 你看喔 我到 這邊 我的部落格上 我的內容都是播放清單的 所以老師整理教程就很快 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播放清單 自食部影片 對不對 你就點進去 點這邊 好 點進來之後呢 一樣 按下那一顆 按下這一顆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有沒有發現 一次自己挑 對不對 所有的影片你看到哪幾個 你就自己挑一挑 就放進去 啊 你有關係嗎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網頁上的 或者是影片的 你用這個方式 絕對會比你一個一個 慢慢加來 快很多 所以這個是 最後呢 再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 觀眾收集 這些網頁資料 真的還蠻快的 比如說 平常老師在看錄料的時候 我就在收集 而且就在分類 重點是 你有沒有也忙在那邊上 他不會說 啊 等到我要錄料的時候 我就在找我的 這位要放在哪 還是你的好處裡面放在哪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透過這些 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老師應該可以 好 綠看看 看要不要來 對我們看到觀眾 好 那 最後呢 跟老師提醒一下 因為我上課也是有 所以說 如果老師 您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上課的錄影片 我一樣會公布在歡樂的這個影片 還有也會公布在 謝謝 那如果你有問題 我會把我的節奏方式 放在上面 也歡迎大家 可以一起挑選一下 因為 也許你的問題 可能是你會有我的問題 我沒有注意到 那 那 我又會 謝謝大家 謝謝